然後有Lulu、阿比、欣宇跟Shawn來幫我們做像這些Cofax的這些新的 來回應一些新的在LINE上面的這些訊息這樣子 然後還有Roi連長線以及Danny Danny在幫我們做後端就是部署段 Danny他先走就是有幫我們做就是主機的就是新主機的設定 因為我們最近準備要搬到一個比較大的主機 然後還有修正一些URL上面的問題 然後GGM跟Findler今天就是在做Migrate Server 他也是在做LiPage的一些Bug修正這樣子 對,那就是上面以上就是非常感謝大家 請大家可以幫忙幫我們一起補冰堂這樣子 謝謝 好,那今天的話就是公佈一些就是可能未來 會有一些信用功能 那這裡的話是那個Cofax的新加坡支部 對,有完成他在新加坡工作 可能是持續的在contributeCofax 那因為Cofax之前啊,遇到一些問題就是 常常會有人直接在Cofax的輸入框打字進來 然後呢,他就送到資料簿進去 問題是這種大的字根本就不是其他人會轉傳的樣子 所以說就會導致說 其實Cofax裡面有很多的entry 他其實不會被搜尋第二次 所以那個我們其實很久以前就討論到一個solution 就是當他現在打來一團字 然後他想要送出這個文章的時候 我們先問說,嘿,抱歉,這則訊息 還沒有人回應過耶,是在哪裡看到這則訊息的呢 然後是轉傳的 喔,是轉傳的 沒有轉傳的,還是自己輸入的 以上呢,他選前三個其實都不會有任何的事情 就是我們就把他通通記一下 如果他選擇第四個的話呢 我們就聽我說,好的,建議你把訊息傳給麥公佩 後來不就吱司 他們都是很專業的東西 而且還有專人幫人解答喔 然後就不會再給他任何的送出的文章 那這個新的功能呢 就是透過這種pah linkah的方式 希望他就是把這種用貨的人導向到正確的使用的帳號這樣子 那如果他點叉叉轉傳的時候 就會進去就是原本的這個 所謂的送出的流程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接下來我們可能還做一些小道路調整之後 就會上線的新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我今天做的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我們有一個manentities嘛 我們一直都有一個網頁去知道說 現在每一則訊息他其實最近在Linebar 被詢問的熱度,搜尋熱度 所以今天的話我就是把那個搜尋熱度放到 我的這個桌面板的 Coffice的編輯的網站 所以編輯他在辟謠的時候 右上角這邊其實 這個還沒verge嘛 就是等一下可能修完之後就會上去 就是這個地方其實他會秀出一個 最近30天對轉傳的熱度這樣子 那手機板也可以 不過呢他其實是因為他背後是收那個datastudio 所以他其實 你網頁開出來都可能要等個10秒 他才會秀出來 不過anyway反正去聊甚至有什麼理由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未來會先放上去的東西 然後說到這個search的trend的話 我們這邊 在elitex這邊其實也有一些新東西 一方面就是其實最近的這一個禮拜 因為像飛機品學的事情啊 或什麼 其實最近有很多的新的訊息傳進來 然後呢 然後可能也是因為飛機也是一個大的事件 所以過去一個禮拜 是我們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就是 這禮拜有20幾個人在幫忙在線上做批謠 以前都是10幾個 然後我們就慢慢的成長成說 就是說從原本一開始的時候 每個禮拜一個人之後 個位數的人 漸漸10來個人 漸漸到就是算10個人來 來做那個 來做批謠的一個團隊 然後呢我們也正式在5月20號的時候 突破了有效使用者數突破10萬的 對在5月20號的時候 5月19號的時候還沒有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因為我們現在變成LINE的官方帳號 就是有一個綠色論牌 這個是我們上個月 這個月的時候 上個月的時候 上個月的時候 LINE跟我們有一個正式的合作 所以我們現在有就是LINE的付費帳號 所採用的demography report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個帳號的男女幣 以及年紀幣 通通都會拍出來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